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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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开始讲课 停课之前 请大家发菩提心 我们为了读化一切终生 法使成佛 为了成佛 我们今天停课 然后静静地修行 成佛以后 去读无量的终生 这样子发菩提心 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 今天的这个课里面 我们也讲一个具体的修法 因为修法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非常的重要 修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在文字修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从理论上 我们知道很多 就是因为我们就这么几年当中 很多人也在文字 大家也在学习 就懂这个佛学的一些理论 懂理论的人呢 就还是不少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 这是停留在 这个文字的阶段 如果不修心的话 那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学佛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断除我们的烦恼 然后正无空心 但是文字 通过文字 我们学到了很多 学到了很多的这个理论上的 学到了很多佛学的知识 但是当我们在生活 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面临很多的这些 这些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们没有一个有小的办法 去处理这些问题 这个时候呢 我们虽然是理论上懂得很多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时候是跟普通的人 也就是说 没有学佛的人 或者是不懂这些理论的人 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 比如说 我们在工作上 就是遇到了一点点的 这个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 很不高兴 很小的事情 都就在同时之间 就很小的事情 都要去斤斤计较 然后等等 还有就是比如说 我们就遇到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问题 本来就是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把这些事情呢 很小的事情都把它放大 然后就对自己的这个大击 创伤也是很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之前学过的这些理论呢 根本就用不上的 比如说我们学中管 学了空心 然后我们理论上知道这个世界 它的本质是空心 它只不过就是一种缓滑的世界 就是一种幻觉 就是一种错觉 但是呢 这个错觉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真实的东西 非常的真实 理论上我们知道它是不存在的 但是根本不关用 根本就不关用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学到的这个理论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很弱 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去推翻 我们的这些执着 没有力量去推翻执着 没有办法去结局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跟没有学佛的人 跟没有学佛的人是一样的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虽然懂很多的知识 这个的意义就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学习 必须要去修心 修心才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 修心才能够 比如说我们对空心的这种人事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 包括我们人 自己 在内 对我们来说 这个现实生活 宇宙 世界 是一个这么真实的东西 怎么可以说 一个这么真实的东西不存在呢 所以很多人都不理解 但是呢 学了以后 通过我们的这个学习 以后慢慢地就接受了 这个观点我们接受了 我们最后也是明白 实际上是 它并不是说 我们的眼睛看不见 耳朵听不见 没有这么说 我们看见了 听见了 看得见 摸得照 这个世界 但是呢 它同时 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一种幻觉 我们所感觉到的 我们接触到的 这一切都是幻觉 这个理论上是我们接受了 但是呢 我们就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遇到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是这些 那生活当中的这些 问题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 虽然是理论上知道 但是这个根本不关用的 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的 非常的执着 这些生活当中的一切 哪怕是一个很小的 这个事情 我们都要很执着 执着这些东西 这个空心 在这个时候 是根本是 根本是不关用的 那么为什么不关用呢 如心论的指挥品 如心论的指挥品 当中说过 它具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 魔术史 像释迦牟尼佛 佛陀的年代 印度 有非常非常厉害的 这个魔术史 就像超过了 完全超过了 现在的这些 比如说东方西方 都有很 很伟大的魔术史 都完全超过了 这些魔术史 有很多这样子的魔术史 这些魔术史 他有些时候 他自己去变化 就变化出一些物质 或者是人 那他自己明明知道 这个是不存在的 这是他因为 他通过魔术 欢化出来的 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但是因为这东西很漂亮 很好看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个魔术所变化出来的东西 对魔术史 还是有一定的优惑的 他还是去 有些时候 就是心里 生气 这个谈心 等等 那么这个为什么呢 这是不是 我们真无空心 还是是不是 不能断除这些烦恼 是不是 不是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他的空心 是非常非常 微小的 非常的微小 他只知道 一个魔术史 自己变化出来的东西 是 是假的 但是呢 他出了这个意外的 万事万物 他认为是真实的 所以 他 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这种空心呢 他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同样的 我们 比如说 我们刚刚开始 学佛的时候 我们在理论上 我们接受了这种佛教的 这种空的概念 我们接受了 但是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是用不上的 这个不弃作用了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平时 学修不经观 修无常 修人生无常 修很多很多 这类的 这些 学很多这方面的 这个我们理论上 也接受了 我们 能够理解 这个时节 它是一个 变化 无常的东西 而且它是 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都在变化 明天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任何人 都没有办法 确定 都不知道 明天我这个生命 存在与不存在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确定 这个理论上 大家都知道 但是明明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要 就因为 长远的计划 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的 这个计划 或者是 为了这些 买很多的 比如说养老的 保鲜 食包 等等 还是要考虑 很多的问题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 我不买这些东西了 不一定 我明天不一定存在 所以我买这些东西 还是没有用 我们不会这样子想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 我们的修行 修行不到位 然后 有理论上 我们知道 这个天下所有的众生 曾经做过我们的 这个父母 这个理论上 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呢 就像同事之间 或者是家庭的 这个成员之间呢 如果有一点点 不开心的事情 这个我们 立即就会生气 立即就会生气 或者是吵架呀 大家都弄得 非常的不开心 跟 那这些时候呢 我们为什么 没有把它当作父母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 这个慈悲心呢 这些都是 因为我们没有修行 所以这时候 就不能积聚这些问题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修行 修行是非常重要 吻死也是很重要 但是呢 修行是更重要 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那我们过去 很多人都认为 只要我有钱 那我一切都 就就解决了 我一定会很幸福的 如果有一天 我想有多少钱 就有多少钱的话 那我是没有理由 不幸福的 我一定会非常幸福 我们过去很多人的观念 都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 很多人 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发财了 有钱了 有些人基本上 他想用多少就有多少 也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 但是这些人非常幸福吗 他是不是像过去 相想的那么那么很开心吗 不是这样子 当然有些人可能 心理素质比较好的人 可能比较好一点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 绝大多数的人 都不是这样子的 都不是这样 最近就是有一个调查 就国内的这些企业家 当中做了一个调查 然后他们的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 自己认为比较幸福的人 只有百分之四 另外的百分之九十五 九十四的人都觉得不幸福 那么他们是我们的社会的精英 就是所谓的非常成功的人士 所谓的成功人士 如果真的有钱可以幸福的话 那么他们是应该很幸福的 他们拥有很大的财富 他们应该是幸福 但是不幸福 他们所不幸福 这个不仅是国内 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我们的物质 物质的生活的这种水平 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的这种幸福感 这个一直都是 自从有明显的 比较可靠的数据以后 从来都没有增长过 一直都在下滑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拥有的东西这么多 为什么不幸福呢 为什么不快乐呢 这是一个非常显实的问题 而且今生上的这种空虚 今生上的空虚 是非常痛苦的 比如说一个人 当一个人比较贫穷的时候 他虽然是从物质生活的角度来讲 没有那么的富裕 这个生活比较艰苦 但是他内心很充实的 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 不觉得那么的空虚 不觉得那么无聊 这种痛苦 不可能让他生起这个抑郁症 最后就导致死亡 这个不会有 不会的 但是非常有钱的 有名的 有机位的 很多人 也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个焦虑 然后慢慢慢慢就是变成了这个抑郁症 有很多这样子的人是越来越多 中国目前就有一个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当中有一个精神卫生中心 那么他们的调查什么 中国目前有精神病的人 已经超过了一个亿 意思就是说 每1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精神不成长的人了 如果这个调查的结果是真实的话 那么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这些方面 那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怎么样解决 为什么要解决呢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些 没有吃没有穿一样的痛苦 甚至这种精神的这种空虚 更加的痛苦 比如当我们贫穷的时候 我们的略性当中 还是有一种希望 希望我发财 我们心中有一种希望 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奋斗的方向 觉得有一天 我现在没有钱贫困 很痛苦 但是有一天我会发财的 那这个时候 我一定会很幸福的 所以我要去努力 还是有一个奋斗的方向 有一个目标 至少在精神上 是比较充实的 但是呢 该有的一切都有了以后 然后就根本就不知道 要去做什么 这种所谓的这种相守 人的这种 赖自于物质的这种相守 包括这个时间的 这个吃喝玩儿 等所有的这些 这些这些心腹呢 离我们很多 这些这些感受 这些这些相守 离我们的感官 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呢 他们是非常有 这个游和 非常有吸引力的 所有我们普通人 都很希望 拥有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呢 这些东西 离我们的感官 没有任何的距离 或者是零距离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们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然后就立即就不是这样子 当这样子的时候呢 他们是当下 就失去了所有的 他们的这些美丽 这样子以后呢 吃喝玩乐等所有东西 就靠近他 拥有他的时候 然后立即就失去他的美丽 原来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呢 他们对我们的 心目当中的这种 这种相望 这种低微 跟真正拥有的时候 完全是一样的 拥有的时候 就是这些东西呢 都立即会消失 过去的这些 这个美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人就活得非常的空虚 非常的无聊 物质已经有了 拥有一切都有了 吃好玩乐 想干什么都可以 但是呢 这些都 这个甘管的刺激 一开始的时候呢 通过这种甘管的刺激 开始的时候 就任何一个东西 我们会比较有新鲜感 然后这任何一个东西的新鲜感 它不可能永远都保留的 它至少 它最多 也就是一年两年半年 这样子以后呢 它这种新鲜感 就会 会一定会消失的 这个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讲的话 这叫做神没疲劳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当它失去了这种 这种新鲜感 或者是当我们自己的甘管 失去了这个神没疲劳以后呢 然后这个世界 就是没有什么 这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就是没有任何的诱惑力 没有任何的美丽 这个时候呢 就是活在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当中 人是非常的空虚 非常的空虚 非常的无聊 很多有钱的人都说 很多有钱的人都说 不想活了 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了 不开心 天天都是这样子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 精神上的空虚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人需要物质 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说 我们不需要物质 人没有福之 是没有办法生存 但是呢 人更需要 精神上的东西 人没有精神上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道德 伦理道德 然后就没有 没有低限 我们虽然懂很多很多的知识 但是呢 就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不懂得做人 不懂得做人 其他的很多知识 我们都懂 但是不懂得做人 然后呢 我们拥有的东西 特别特别的多 但是唯一一个没有 没有的什么 就是没有幸福 没有拥有幸福 那么没有拥有幸福 等于就是一切都 一切都没有 人西方哲学家也说 释迦牟尼佛也讲过了 人生存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追求幸福 但是我们打成佛教 他并不是追求 时间的幸福 并不是追求个人的幸福 并不是追求 这一生当中的幸福 但是呢 他也在 从某种角度 程度上讲 他也在追求幸福 他在追求 无漏的幸福 他在追求天下 所有人的幸福 他在追求 这一时 下一时 生生死死的 这个幸福 所以没有幸福的话 那么人当然 这个生命的意义 就不存在了 所以很多人都 以后呢 再往下的话 有可能 如果我们 这个 修行这方面 没有什么的话 那人的精神 就是会越来越空虚的 所以 人就 越来越 不知道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生存 为什么 生存的目标 是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人是很痛苦的 很空虚的 很无聊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修行 那这种情况下 那佛学能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 一定是可以的 但是呢 前提是什么 前提我们要去修行 修行 修行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不修行 我们理论上懂很多很多 但是这个是没有用的 比如说 一个大夫 他生病了 生病的时候呢 他知道 他为什么生病了 他这个病 他也知道 应该吃什么样的药 什么样的药 可以治他的病 他都是一清二楚的 但是 如果他自己不吃药的话 他还是一样的 很痛苦的 我们也是一样 所以一定要修行 大家一定要修行 这个很重要 我们 学佛的 学佛的 绝大多数的这个学佛人 目前还停留在这个 韶香 拜佛这样子的阶段当中 根本还没有开始文思修 然后除了这种人以外 还生下的人当中呢 有多数的人就停留在这个文思 虽然是在学习 但是呢 还没有开始修行 那么最后真正能够修行的 能够走上这个修行道路的人 不是很多 那我们 这一生当中 这是因为我们自己过去的福报 那我们这一生当中 就是有机会 就当一个修行人 那我们有机会知道 这个怎么样去修 怎么样去学 这样子修了以后呢 它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都清楚了 那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一定要 这个乃至不已的 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珍惜 一定要好好修行 那么修行要怎么样修呢 我们前几天也讲过 这个我们就这么多年经常都在讲 那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就不要去 去修什么大圆满 大手印 什么密宗 这些东西 虽然是很好的 但是离我们很远很远 包括禅宗 包括禅宗的明星见性 明星见性 它也是非常好的真武了 跟大圆满的真武 跟大圆满的经节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种明星见性 离我们也是很遥远 很遥远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去做 我们 我们 对我 跟离我 跟我们的这个根基 比较适合的 这些修法 我们要去做这个工作 那这是什么呢 那就是修加心 希望大家修前行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 学这个藏传佛教的也好 学汉传佛教的也好 都是学释迦牟尼佛的 就是 学释迦牟尼佛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像 学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和释迦牟尼佛的慈悲 那么 智慧和慈悲怎么样学 这是有一个过程 那就是 先有处理心 然后是菩提心 最后中无空心 这个无论是学 这个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 南传佛教的话 那先是处理心 然后就是真无私敌 私敌 私敌是生敌 私敌当中呢 也有一部分是空心 这个就叫做无我 但是他没有菩提心 他也不需要修菩提心 那么大乘佛教 无论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都是 这个次敌 都是 这些 前这个基础 都是一样的 先是处理心 然后菩提心 然后最后 再正无空心 这是一样 所以我们 这个上面没有什么教派 什么宗派 这就没有必要去分这些 这些什么教派 宗派 这些都是佛教的学者 学着他们的一些 这些专业人士 他们的一些他们搞的这些东西 这个我们一般的人就是不需要去 不需要说这么多 不需要去分这么多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的处理心 我们需要的菩提心 我们需要的就是正无空心的智慧 我们就不需要太多太多的这些学术上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把佛法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 或者作为一个学术 很多大学教授也用这种方式去研究 但是我们学佛的人 没有把佛教当作一种学术 我们把它当作一种 一种解脱的方法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解脱的方法来看 那就是我们要去 我们这些很多学术上的 或者是这些佛教的专家 他们的这些观点的这些区别 这些对我们来说 这个没有那么不怎么重要了 我们要抓住这个终点就可以了 那大家都要学 从处理心开始学 处理心就要修私家心 这个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去从现在开始 就修这个处理心 这个很重要 大家不要再拖 我们平时比如说方圣 做一些其他的善事 都是很好的 都是非常的好 但是这个不能替代处理心 还有比如说像其他的宗教 像基督教 天主教 他们就做很多很多的慈善方面的工作 做得非常的好 比我们佛教的还好 这是很好的 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们也佛教徒应该更多的去做一些慈善方面 为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的六般若波罗弥多当中 讲的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布施 那么布施是什么 布施就是慈善 布施就是慈善 我们佛教徒更应该去做 但是呢 只有我们只做慈善 只懂得做慈善 然后呢 不懂得个人的修行的话 那我们跟基督教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跟天主教有什么区别呢 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了 有些地方呢 比如说 就国区 就五六十年前 台许大师他们就提倡了这个人间佛教 其实人间佛教是非常好的 人间佛教他也不仅仅是做一个慈善的 台虚法师的主作里面呢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人间佛教的理念 他不仅仅是做一个慈善 这个也是很深的 但是从此以后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人间佛教呢 就是我们去做一些慈善 做一些慈善福利这样子的 然后呢 就从此以后就不学习啊 不修行啊 这些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佛教的这些精华 佛教的精华 会失去 会失传 会断层 这样子的话就是 失去了佛教的真正的意义 慈善慈善 谁都可以做 宗教的团体 除了佛教以外也可以做 除了宗教以外政府也可以做 除了这个政府以外 民间的任何一个团体 任何一个组织都可以做 这个不一定是佛教做 不一定是宗教团体才能够做 任何人都可以做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个人的修行 然后我们把这个修行 这种方法 然后就是传播给大家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慈善需不需要呢 是很需要的 但是慈善 有些地方都已经不需要了 有些地方它自己可以解决 这些物质上的这些问题 它可以解决了 但是呢最最好的慈善 如果我们想做慈善的话 那就是想去做今生上的慈善 今生上的慈善什么呢 这个六波罗蜜多当中 六波罗蜜多当中 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补食 那么补食里面的第一个是采补食 采补食就是我们拿钱 拿物质取 扶贫 养老啊 这些就做这些 这是物质方面的 这些物质方面的 这是贫困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某一种特定的一些人群 是非常需要的 对他们的帮助很大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方面的慈善 如果仅仅是只会做物质的慈善 其他我们没有什么的话 那么这个只能那么佛法 他只能解决一部分的人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穷人 那穷人也有很多的痛苦 穷人有很多痛苦当中 我们只能解决他的文保的问题 那么穷人文保问题解决了以后 然后穷人也就是慢慢慢慢走向浮予的人了 这个时候 他也就是现在有些浮予的人一样 他也要面临很多的问题 这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过程不一样而已 实际上都是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佛法能不能解决 他们的这种精神上的问题呢 都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个力量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所以文思修心 这些都放下了 放起了 然后仅仅是做慈善的话 那我们跟其他的宗教是没有什么区别了 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慈善 我们尤其是需要做慈善 因为佛教 就是因为佛教里面就学的东西很多 自己的个人的修行 这些方面要做的很多很多 所以物质方面的慈善方面做的比较差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应该去做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真正的佛教的价值所在 就是不是无止的慈善 就是精神上的慈善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先去学 然后去修 修了以后我们自己有一定的经验 证悟或者是修行的经验 这样子以后我们把这种方法告诉其他人 然后解决更多的人的精神上的问题 精神上的痛苦 那么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一种 这个补食 这叫做法补食 这个法补食 所以佛教的 这个第一个六波罗弥多当中的 这个第一个这个六波罗是补食 补食可以给穷人解决 这个贫穷的这个痛苦 然后呢 法补食可以解决 像穷人也好 富裕的人也好 他们的精神上的这个痛苦 这样子以后呢 佛教的六波罗弥多当中的第一个 都可以解决 所有人的这些肉体上的痛苦 和这个精神上的痛苦 那要解决肉体上的痛苦 那自己去赚更多的钱 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 我要去赚钱 赚更多的钱 就可以做慈善 如果我们想解决 这个很多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那这个是钱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怎么办 那我们要去学习 学习还不够 那我们要去修 自己要有一定的经验 才可以把这些 把这些方法告诉给别人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的佛学或者是佛教 可以给很多很多人 带来幸福带来光明 这个是肯定的 这是我们今天学大乘佛法的 每一个人的义务 我们并不是 刚才我们讲课的时候也讲过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念经的时候 听法的时候 不就在法菩提心吗 菩提心就是我们 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 我们非常的严肃 非常的壮严的宣誓 我从今以后去度一切众生 这是我们已经承诺了 那么这个承诺了以后呢 根据自己的力量去做 要做这些事情 要实现这些事情 要堆显的 那这个前提是我们必须要 比如说想做慈善 没有钱可以做吗 不可以的 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 如果我们把这个佛教的智慧 和修行要告诉别人 从这个方面 做一些利益终生的事情 那我们自己要去学 没有学 那我们就是想 就像这个没有钱的人 想去做慈善一样 那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成本 没有任何的成本 没有任何的这些 可以用的东西 那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事情 这不可能 所以要去修 修了以后 才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然后也可以解决别人的问题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我们这一生当中 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虽然是说魔法时代 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听 可以听法 而且这个现代科技 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多的方便 比如说这个传法呀 听法呀 就文思这方面 修行当然是科技是没有办法自己要去修 但是听法 穿法这些方面呢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的利益 很多的方便 那虽然是魔法时代 但是呢我们有机会去听佛法 有机会去修行 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 所以这次要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力量 要去投入到这个修行当中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除了这个汉传佛教以外 就学藏传佛教的 比如说有很多藏传佛教里面 有尼玛呀 格鲁呀 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牌 然后尼玛巴里面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细节的这个法媒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 这个无论是藏传佛教的那一个牌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所有人都要投入到修行当中 凡思学藏传佛教的人 都必须要投入到文思修当中 这才是佛教的意义 这才是佛教的这个价值所在 这才是佛教的核心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都丢了 然后去做一点点慈善 就就放一点神 这样子的话 这个这些是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这个不是核心的 这个是不解决问题的 这个只能我们可以积累一点福保 或者是我们帮助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帮助一些 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帮助一部分的动物而已 实际上我们自己成佛 如果这样子的话 可以做更伟大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们利益众生的范围就更广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自己的这个慈悲心 佛经里面也讲过了 那比如说我们种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正规的一种药材的时候 当他的这个 当他刚刚开始发芽的时候 用一切办法去保护他 保护他 当他成长 因为他成长了以后 他可以当他成熟以后 他就可以解决很多人的这个冰桶 就像我们现在也是 我们现在就是一种药的这个 刚刚这个种子发芽的时候一样 我们刚刚开始发菩提心 这个时候呢 要保护自己的这个菩提心 培养自己的菩提心 成长自己的修行 这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培养自己的菩提心 去做别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呢 然后我们会拾取这个成长的机会 这样子以后呢 最后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如果我们就通过文思修行 培养自己的智慧和慈悲的话 从表面上看 我们失去了一些这个一些机会 或者是说我们就没有做到一些 比如说像慈善啊 其他的这些这些该做的事情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一直都在培养自己的处理性和菩提心 当我们的处理性 菩提心有一定的力量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再去做 有机会的 天下众生是永远都是无穷无尽的 随时都有机会去度化众生 只要我们自己有足够的智慧 足够的这个菩提心的话 度众生这个工作 什么时候都可以可以可以做 不需要那么着急 现在着急的是什么 就是要培养自己 举一个例子 一个这个比如说 在一个地方有文仪 死了很多人的时候 然后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慈悲心的人 就是非常希望救这些人 那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 如果如果通过他本身的力量 去想救这些人的话 那他该做的是什么 他就是要去学仪 他去学仪 他尽快去学仪 学好了以后 然后立即去帮助他们 这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如果真正有一天 我们有了这个处理性 有了这个慈悲心 我们是诚心事宜的 帮助天下所有众生 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自然而然 就去追求什么 就会追求智慧 佛的智慧 因为佛的智慧 释迦摩尼佛的人生智慧 可以解决很多人的 目前的这些空虚 空虚 无聊 焦虑 忧郁症 这些是完全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会 透露到这个当中的 但是呢 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还 还 还没有透露 还没有 没有这个慈悲心 还没有智慧的时候 虽然是理论上我们动一点 但是呢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去很认认的去做 这时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 学佛的人 无论是学藏传佛教的也好 汉传佛教的也好 都是一定要透露到这个 这个 这个 文思修当中 我们很多人 心佛的 现在就是很多很多 每年 每年这个 大年 三世的时候 到寺院去烧高相 烧头相的 就 争取 花这么多的钱去做这个 有多少人 然后到每年到这个 新年的时候 到寺院去烧响的 有七万八万 几十万 这么这么多的人 但是 实际上是必须要 这个文思修行 才叫做学佛 如果没有文思 尤其是没有修行的话 那这个 少相 拜佛呢 它不是解决根本的问题 我们自己要 该做的做 不该做的不做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 信 神 断额 根据佛陀的 这个教育 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育 自己尽量的去 新山 这样子才能够有好保 这个并不是说 我们 就花几万块钱 几千块钱去烧一根 高相 从此以后 我们的所有的民运都是 一切都是很好 我们不会 面临 不需要面临任何这个痛苦 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如果佛陀能够 如果我们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做 佛陀求佛陀的这个 保佑 佛可以保佑一切众生的话 那就我们 那就我们 今天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的人 为什么佛 这么大慈大悲的人 那求也好 不求也好 这个祈祷也好 不祈祷 如果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佛一定会解决的 但是我们如果自己补心善 自己不努力 自己不学习的话 那就是佛也是没有办法的 除了佛教以外 很多人 很多的宗教说 他们的主是万能的 他们的柱是万能的 他可以一切都他 可以操作 但是我们佛教没有这么讲 佛教是讲 缘祈 这两个字 缘祈 缘是什么 比如说今天 我们要去种一个庄稼 或者是种一朵花 那么他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呢 就是需要空间 需要时间 需要文读 需要诗都 需要图 那这些都叫做缘 由于这些缘 所有该具备的这些缘 或者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呢 然后呢 从这个当中会产生一种果 那这叫做七缘 七 我们佛教是讲 缘祈的 并不是一个神 来主宰这个世界 也不是佛来主宰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往好的方向发展 或者是往坏的方向发展 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来决定 这个不是某一个神仙来决定 这个并不是某一个龟或者僧来决定 这是谁决定 这就是人决定 人类 如果遭野 别杀到淫汪这样子的话 这个不但是我们人的身体 收鸣 感受 边 边就往痛苦的方向走 不但是这个年 十阶 或者是外灾的这个 地球影和 太阳系 也就是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这是佛教的概念 所以我们当然要祈祷佛 我们祈祷佛有没有帮助 肯定是有的 心很浅诚 祈祷佛是有帮助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修行 所以我们所有的 这个学佛的人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三个字 就是文思秀 其中我们今天讲的是秀 这个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懂 这方面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包括学藏传佛教的 有上师 医治了上师的 而且医治很多年以后 但是根本还没有开始修行的 根本不知道要怎么修行 也没有去听法 也没有去修行 这种人也非常非常多 很普遍的 就不是一两个很多的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意志上师的含义 或者是我们意志上师的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明白 就是学习 修行 我们在学校里面 造一个老师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是我们 亲一个家庭老师 做家教 那就花了很多钱了 那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意义是什么 意义就是跟他学习 向他学习 如果我们在他的身上 得不到任何的指示 或者是这方面的 有用的东西的话 那就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意志上师 也是这样子 大家一定要明白 大家一定要知道 要闻死绣 其中绣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讲 修具体的一个修法 那今天讲的这个 具体的修法 是什么样的修法呢 这是我们外家心 内家心 所有的这些家心 修完了以后 怎么样修 这是一个这样子的修法 外家心和内家心 都修完了以后 我们当然可以修大圆门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大圆门 为外家心和内家心修完了以后 我们当然也可以修其他的 很多的这些像 除了大圆门以外 很多密法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 很殊胜的修法 但是我们也不是讲这个修法 那是什么修法呢 当我们把外家心的内家心 全部修完了以后 然后就修禅钉 但是我们今天也不是讲禅钉 然后禅钉完了以后 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修法 是一个叫做空心 还有慈悲心 还有慈悲心和智悲双云 这三个的一个综合的修法 这个很重要的 那慈悲心我们过去已经修过了 当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 已经修过了 然后空心 修无家心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修过 但是这个我们最后修的这个 我们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空心的修法 跟其余的这个空心修法 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个是一定要跟这个慈悲心 一起修的一个这样子的修法 比如说我们今天 明天这一天当中修慈悲心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慈悲心 然后明天这一天当中就修空心 然后后天就修这个智悲双云 智悲双云 这三个是整个大乘佛教的精华 尤其是智悲双云 就是大乘佛教的精华 在大乘佛教里面 没有更高端的修法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然后还可以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一天修四座 或者是修三座 早上两个小时 中午两个 或者上午或者下午两个小时 然后晚上两个小时 比如说我们星期六 星期天这样子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修 那这时候有早上修这个空心 然后呢就上午就修这个 不是 早上的第一座就修慈悲心 修慈悲心 然后上午的这个一座当中修空心 下午的一座和晚上的一座 这两座当中就修智悲双云 这三个这样子就轮流 或者是这样子就综合的 修的话 这个的小国是以前我们 单独修慈悲心和单独修空心的小国 是不一样的 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处理心和菩提心 这个外加心和内加心 修完了以后呢 半年或者一年当中就修禅定 然后就修这样子的法 修这些法 这些法我们也就可以修个一年 半年这样子的时间 这些修完了以后 然后就修这个观大圆门的顶 如果是修大圆门的话 那就去修大圆门 如果不修大圆门 修这个嘎菊牌的这个大收音的话 那也是很好的 就观嘎菊牌的这个大收音的顶 灌了这个顶以后呢 然后再去修这个大收音 也是一样的 也是很好的 或者如果想修禅宗的话 不想修藏传佛教 如果想修禅宗的话 也是可以的 这个全新的这些修法 全部修完了以后 然后就有很多的选择 如果想修禅宗的话 那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可以 一看早上或者第一天修慈悲心 然后第二天就修禅宗的明星践行 然后第三天 这两个就一期或者是爽云的去修 这样子的效果是很好的 一座当中轮流 或者一天当中轮流的修训交替 然后或者是散天当中这样子修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训练的方法 这个效果很好的 那这样子以后呢 以后的这个证悟大圆满 就有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普遍 到时候关定了 修大圆满的时候呢 有可能很快就可以证悟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也许如果我们在这个之前的 处理心 菩提心呢 还有尤其是这个曼茶罗 积累资量 然后通过金刚撒脱的修法 这个 忏悔罪国 这方面做得很好的话 还没有来得及修大圆满的时候 就我们修这个的时候呢 都有可能证悟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没有修处理心 没有修菩提心 这个外加心 内加心 什么都没有修 直接去修大圆满 这个都根本没有可能证悟的 根本就不可能的 没有任何的基础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一步一步修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修法 那么其中我们今天讲什么 今天就讲第一个修法 就是慈悲性的修法 今天我们就讲这个慈悲性的修法 那慈悲性的修法呢 过去也讲过很多 修菩提心的时候 就讲这个菩提心的时候 在菩提心的修法当中 讲过很多很多了 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 但是我们今天也要讲一下 这个慈悲性的修法 我们在座的当中 可能少部分的人是已经修完了 第一遍加心了 第一遍的加心 五加心 外加心 内加心 可能全部都修完了 然后呢 还没有听到这个大圆满 没有听到大圆满 这个中间就是 不知道应该去修什么 可能也许有这样子的人 那我们这种人是最需要修 修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修法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法 是不是必须要修完 这个前行以后才修 是不是这个之前不可以修 之前也可以修 但是呢 还是最好 这个从所有都修完了 以后修是最最适合 这个时候呢 这个一定有它的特殊的效果 有可能会正五的 那其实正五 这个前面的 比如说这些 外加心 内加心 这些的修法 都很到位的法 每一个修法都很到位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修法 都达到了它的标准的话 那么正五 不是很难的 还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机会的 都有机会正五 佛教里面讲 除了人以外 就像蚂蚁 苍蝇蚊蚊子 这样子的终生 他们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正五 都有机会成佛 当然他们下一世 或者再下一世 专人 然后专到人道 然后去修行才有机会 并不是说现在就有机会 他们都有机会 那人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正五 如果我们千心的修法 修得好的话 那也不是很很远 所以大家一定要修 这个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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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波帐号 1965 8482 1965 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194 788 012 001 194 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 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 礼拜三昧水菜 点灯供水 要供甘露诗实 佛前大供 恭请常住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7月17日 农历6月19日 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 831 1673 03 831 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